深圳又变空城 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深圳又变成空城了,车也没了,人也没了,整个海岸城购物中心空荡荡的。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了,这是超市,你看看萧条的,原来去年这个时候都人满为患,结账的地方很多人在排队,现在都没有了。 今天是大年初二走亲访友的日子,路上看不到什么车辆,实在是让人出乎意料,深圳的年位到底都去哪了?深圳人到底都去哪里过年了? 路空空,电空空,车空空,到处空空,这就是深圳过年的样子。 还有网友拍下了深圳实验汽车站的真实场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车站附近有好多电已经倒闭了,一片冷清, 车站旁边是石岩老街,在入口处是万联购物广场,现在也关门倒闭了,里面的店铺也都倒闭了,万联购物广场,以前很热闹,很繁华,现在大门口已经封闭起来了,看样子倒闭很久了。 现在是2024年2月4日,中午一点钟,石岩老街这里很冷清,街上没有多少人,重点今天还是礼拜天,没有人,可能很多人回家过年了吧。 还有网友说,回想十几年前的春运,深圳龙华汽车站人山人海,如今2024年的春运冷冰冰的。 虽然趁车的人料料不及,但龙华车站外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设有深圳最大的人才市场,是很多外地人找工作的第一站, 平日里到处可见,找不到工作又没钱住宿,直接洗地而睡的无业游民,奇怪的是过年了还有这么多人。 视频显示,接近年底,无业游民反而越来越多了,他们不想回家,选择在龙华汽车站露宿街头,每天都有保安驱赶他们。 我现在在深圳龙华汽车站,这么冷的天,他们睡在地上不冷吗? 这位拍摄视频的男子还说,政府给这些无业游民发了一桶泡面果腹。 不只是失业的人不回家过年,很多在深圳打工的人今年都没回家过年,他们过得怎样的生活? 视频里这位男子介绍他的情况,他提到,昨晚他做了四个小时的日节工作,在深圳福田地区的酒店做了一些简单的清洁工作,挣了100块钱,虽然收入不高,但可以填饱肚子。 他目前住在一个价格较为便宜的出租间,好多人合租,每天只需支付20块钱。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生活质量较低,经济结局。 视频中他描述了观察到的一些当地的招工情况,日节工作,一个小时20多块或30多块,男子提醒要找工作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接下来工资可能会逐渐递减。 他还提到了周边的环境,在春节期间,很多人都选择留在深圳而不回家过年,主要是因为没赚到钱或其他的考量。 外界也观察到,今年过年的气氛与往年大不相同,2024年中国新年走家窜户出门打牌的人变得稀少了,各个社交群体异常安静,不再有人大肆发放红包。 据统计,2017年中国微信红包总数达到了142亿个,而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降至了52.7亿个。 7年时间里,微信红包数量减少将近90亿个,这个现象引发人们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的巨大变化。 还有网友指出,今年过年,朋友圈里晒年夜饭的人也明显减少了,不过返乡过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亲戚们不再急着催婚催生,人们都在忙着迎接财神,放烟花,秀恩爱的画面少了。 外界认为,这些变化源于大家对现实的思考和认识。 在疫情肆虐的三年间,中共政府实施了极端的防疫政策,导致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民生陷入了困境,许多人失去了工作,面临着支付不起房贷、车贷的困境。 同时,中国股市在新年一时持续暴跌,导致普通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甚至有人破产,倾家荡产,人们都明白了,这个年头没钱真不行。 一位名叫大嘴的男子在深圳龙华汽车站遇到了一个流浪汉,他身无分文,在深圳龙华汽车站无家可归。 大嘴从流浪汉口中了解到,他因为身体不舒服,已经在汽车站睡了几天,生活十分艰难。 这位流浪汉刚刚从老家乘坐高铁来到深圳,希望在这里找到工作,但遇到了困境。 他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半年,后来到深圳后却发现很难找工作,之前找了一份工作,但老板认为他的工作效率太低,年龄又大,所以被辞退了。 拍摄视频当天是大年初五,没有地方招工,他只能鸡场碌碌地睡在路边。 据大嘴介绍,流浪汉身边只有一个包,衣服已经破旧,眼睛度数较高,而且他在寒冷的夜晚只能睡在汽车站里,非常辛苦。 大嘴非常关心他的情况,询问了他的生活状况和打算,然后送给他一份便宜的便当,让他饱餐了一顿,希望能给他一点温暖。 目前,整个中国劳工阶层都面临着就业困境。 有报道指出,过年期间,中国有许多劳工都担忧今年能否保住工作。 有许多中国劳工表示,他们担心自己的雇主可能会随时通知他们被裁员或取消他们的工作。 一位42岁在电动牙栓制造厂工作的王姓员工说,过去一年的生意不是很好,公司大部分产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去年销售额下降了30%,他觉得日子比往年更艰难,2024年可能会更不容易。 在宠物医院工作的聂女士说,医院曾经扩张迅速,但疫情爆发后,许多分支机构被迫关闭,导致员工被迫离职。 留下来的员工也面临着薪水下降的困境,许多同事的月薪减少了至少1000元人民币。 还有在深圳打工的人直言,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今年会有那么多人离开深圳了。 2023年的深圳早已不是原来的深圳,疫情过后出现了一大批涌入深圳找工作的人,导致供大于求。 求职三个多月,网上联系了上千家企业,投出几百份简历,线下面试了几十家公司,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没有赚到一分钱的同时,每天还有各种开销,真的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下去。 网友指出,深圳虽然是一线城市之一,但是找工作很困难,基本有职缺的都是电商销售、客服、催收或者贷款。 另外,深圳的工资不像所谓专家说的平均一万二,实际情况是很多工作只能赚到五六千,这样的工资,想在深圳买车买房,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要知道,深圳的房价动辄就是几百万,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两代人的血汗钱才能勉强凑到首付。 如果月入五六千,除了住隔间房和城中城外,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在深圳,有这样一帮人,他们不抽烟不喝酒,每天都是上下班回家做饭,就是为了省几十块钱的外卖钱。 好像深圳的繁华,深圳的文化,深圳的旅游景点跟他们没有关系,因为生活已经如此不易,哪还有心思关注这些。 工作难找确实是有原因的,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疫情后解封,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并未达到预期。 据报道,中共的外交政策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市场,而且外交政策立直非常激进,对西方充满敌意。 西方国家认识到西方企业需要大大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这导致了许多工厂陷入了激烈的价格战,争夺市场份额。 特别是中国生产物价指数PPI连续下跌15个月,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也威胁到工人的收入和就业,这给中国这个已经饱受房地产危机和债务紧缩困扰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了新的问题。 尽管中共官方说,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2%,但对于刚刚毕业及失业的年轻人,房地产市场面临贬值的房主,以及工人收入下降的情况而言,他们对经济形势的感受更像是在萎缩。 近期中共更是加大了对经济信息的宣传力度,试图安抚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不安情绪,甚至于人民日报在2月2日刊登了一篇称,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的文章,但真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乐观。 经营着一家小型挖泥船公司的吴老板拥有6艘船和雇佣了10余名工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没有因为现在的生活而感到欣慰,面对2024年接下来的日子,他倍感迷茫。 吴老板表示,当前面临着资金紧张的困境,疫情后的经济形势也相当糟糕,许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如果无法及时收回欠款,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进行任何投资都将变得困难,对他而言,面对这种局势,可能他会关闭公司。 外界还指出,深圳已经进入制造业的寒冬,就连知名老厂也顶不住。 深圳达奇华生电子有限公司就是倒闭大军中的一员,达奇华生是一家在深圳经营了30年的知名玩具代工企业,高峰式员工规模达到了2000人。 然而,由于新冠疫情和当前恶劣的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最终不得不宣布停产停业,全员解散。 公司已尽力筹集资金,但仍无法改变局面,对于员工及管理层拖欠的薪资,公司表示将尽量发放,同时已经支付了多年涉及的经济补偿。 公司同意,政府出面依法程序排卖设备、物品以及发放补偿。 有网友指出,现在的深圳比几年前更紧张,倒闭的企业家、商家数不胜数,去年很多工厂没有搬家,工人只能赚到底薪,甚至有的人连底薪都没有,原因是工厂没有订单可做,没钱发工资,工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有网友介绍,他的弟弟在深圳保安故围工作,就是这样的状态,现在还需要家里人给他生活费。 网友建议大家,过年后没有回深圳的人,如果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就不要回深圳了,已经来了的人,就算找不到好的工作,也得随便找个工作,不然生活会很苦。 在当前深圳经济形势的背景下,不仅普通劳动者生活压力增加,连伪中产阶层也开始感受到的经济困难。 有报道指出,深圳的伪中产阶层已经开始在咸语网上出售二手物品,以补充家庭支出,这表明伪中产阶层正在全面崩溃。 举例来说,有一家已经在深圳,经营了21年的早遥机构金宝贝,在深圳最大的商场万象天地前一天,还在大力促销,吸引许多中产家庭前来培训,但第二天却突然宣布倒闭,让已经交了4万元培训费的家长们痛哭流泪。 此外,月初,深圳顶一封理财公司也爆雷倒闭,导致上万深圳中产家庭投资无果,损失严重。 钢琴市场也遭受了重创,许多伪中产不再追求高雅的生活,转而更注重生活的实际需求。 伪中产是人们对并不是中产的所谓社会中产阶层或中产家庭的命名与评价。 值得关注的是,东莞市赛斯卡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悄然跑路,银行连夜将他们展厅汽车拖走,许多准车主成了受害者。 以前,伪中产们喜欢奢侈品牌现在已经不再受欢迎,他们更倾向于购买实用的商品。 随着深圳伪中产反评现象的加剧,外界还关注到,深圳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伪中产们可能会追逐奢侈的房地产,希望通过购买高档住宅来展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个人财务压力的增加,他们逐渐转向购买更实用的房产,更注重房产的实用性和性价比。 不仅如此,深圳在中国新年前新更是发布了限购松绑政策,但尽管售楼处采取了多项措施吸引客户,整体看房客流量并不多。 具体来说,深圳政府宣布了放宽深圳户籍及非深圳户籍在深圳购房限制的政策,深圳户籍的居民只需要落户即可购房, 并非深圳户籍居民购房所需的社保交纳年限从5年减少至3年。 这是自2020年7月15日深圳发布楼市调控新八条政策以来,深圳住房限购政策首次出现松动。 然而,尽管政策出台后市场给了一针强心剂,但深圳新房成交量从2月6日开始逐步下滑。 根据深圳房地产信息平台数据,本次楼市新政策实施以来,深圳新房日成交量呈下降趋势, 尤其过年期间的成交量更是位于低位。 深圳楼市的疲软情况并不是一时的,近两年来,房地产库存量一直高居不下, 2023年新增一手住宅面积增长28%,库存面积突破了500万平方米, 达到了517.88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 深圳房地产信息平台2月2日的数据显示, 1月份该市二手商品住宅成交套数为1391套,同比下降10.66%。 新房市场,2024年1月份,深圳全市新房住宅成交1788套, 同比增长了9.8%,环比下降了30%。 虽然政府放松楼市限购,但网民并不看好楼市, 有人直言中国房产最大的坑。当地人表示, 深圳的房价高峰到了今天,跌了很多, 普宅降了30%,学位房降低了45%,东莞最少50%,惠州60%, 中山跌了50%,珠海跌了50%,广州南沙跌了40%, 现在买房的业主都怕了,投资客前几年进去了,全部被套。 首付降没有了,还要越供,房价已经回到了2017年、2018年。 这种小政策对当下的市场意义不大, 因为买房子的人现在也很谨慎,买进去就怕跌,市场还没有杀住。 前几年买的业主,投资客全部被套在里面,血淋淋地教训。 经济学人的评论文章指出,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危机, 将中国经济拖入通货紧缩,这样引发诸多危机。 然而,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源于北京当局近年来制定的过于草率的政策, 以及对科技行业、新冠疫情等事件的应对不当, 尤其是在房地产危机方面的犹豫不决。 这些因素导致了投资者信心的丧失, 引发了外国投资者撤离中国市场的趋势, 进而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经济学人还指出, 中共领导人试图通过控制信息和严厉打击经济批评来维持对局面的掌控, 这反而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经济真实情况的怀疑与担忧。 现实的情况是, 中共领导人不太可能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这将成为中国经济转机的真正障碍。